今天如果有一個強有力的反對黨 國民黨是振作的 是團結的 是能引導臺灣人民的 超越執政黨 民進黨怎麼搞的 民進黨 2017年韓國瑜痛批 國民黨軟弱 像烏龜更像麻糬 這個黨不講話 要怎麼弄你就怎麼弄 不講話就麻糬 我把你捏成反的就是反的 你也是很圓的就圓的 因為你沒有戰鬥力 已經沒有 這裡行間與其說是痛批 不說是恨鐵不成鋼 尤其是對二十年來的 台灣空轉 我們現在引以為要 只有一個新途特殊的區 這是蔣經國總統留下來 蔣經國總統 剩下的總統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做完總統以後 拍拍屁股走了 你們給我們留的是什麼 鬼混而死 我們沒有第二產業 韓國瑜2017年 參選國民黨黨主席 談的不只是黨的改革 更隱藏了 對總統大衛的見解 蔣經國是這樣子 腳踏實體 他沒有只有國進日的時候 喊在那裡 中華民國外稅 搞意識形態是空的 中華民國外稅 外稅完以後 傻的不幹 撈錢 玩女人 打麻將 鬼混 把總統混完了 沒有 當時韓國瑜爭取黨主席失利 但雄心壯志 看在韓粉眼裡 更希望能成為2020 韓國瑜爭取大衛的企圖心 記者楊之鈺台北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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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